要買這麼科技的車 當然要有一份好的薪水 這樣的工作了 以前大家找工作 喜歡找的是工作穩定的鐵飯碗 可是現在趨勢不一樣了 大家想捧的是金飯碗 我們就來看到證交所要爭財 喊出年薪百萬不是夢 另外還傳出有很多券商 靠分紅年薪有機會到兩百萬 很高興為你服務 接電話盯著螢幕聚精會神 交易員一早就要繃緊神經 董事長親自上陣要找人才 一般進來的entry level 都有大概100萬左右的水平 喊出新進人員年薪破百萬不是夢 有多缺要找38個人 包括會計、財經和資訊人員 原因是10年內將有三分之一的人員要退休 加上現階段業務要擴別 但想來得要取得證照外 還要多一880分以上 資格審核後筆試還要兩階段面試 宋先生和王小姐兩人不約兒童 前一份工作都在銀行業 後來都轉職 薪資方面的話 我是覺得還滿滿意的 最重要的話是這個 我們是就可以world life balance 就是我們確實說在工作量上面的話 是會得到比較好的分配 你銀行是容易比較忙是不是 你原本要加班是不是 對有時候比如說專案在進行 當然就是會配合公司的政策加班 鐵飯碗難道不再吃香嗎 從2012年大約79萬5000多人報考 逐年遞減去年降為34萬多人 10年大減56.12% 比比公務人員需要經過初等普通和高考等 只等薪資才會往上加 穩定但也得循序漸進 如果是證券員只要考到四大證照 雖然是底薪抽雍制 但運一拼不用等年薪渴望破百萬 做一些商品的介紹 甚至有給他一些專業的服務 讓我們的這個投資人在市場上的交易 能夠更順暢 所以說我們會提供比較優惠的獎金制度 來吸引我們的新鮮人 或是同業之間來做加入 以這間期貨商為例 至少要再徵求營業員8到10人 後台交易員和資訊人員也要3到5位 金融業也缺工 難怪搬出紅利福利各種誘因 要挖掘鐵飯碗人才 改捧金融金飯碗 東森財經新聞 陳宇軒 柳瑩瑩在台湖島 看滿足夠算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